一个濒临灭亡被列国蔑视的国家 却在短短的20年一步一步成为了六国的噩梦 这部励志又震撼的大秦帝国之列变 凭借着荡气回肠的创业故事 演员精湛的演技 在某伴拿下了9.3的高分 一向低调的任正非大力推荐他 把他视为华为变革的宝贵参考 宝藏区的短视频创作者古道大力推荐他 因为他传达了一种与百烂躺平截然不同的奋斗思路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残酷而又光辉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362年黄河西岸的少良山地上 秦卫两国刚打了一场罕见的恶战 白衣卫央正神色严肃地在尸体间穿行 忽然一个还没凉透的身影猛然站起 刚拔剑指向卫央却又倒了下去 卫央上前帮他和尚死不明目的眼 可一连三下都没成功 这让看了半日战场的卫央发现了秦人的可怕 这些秦军将士致命伤都在前胸 他告诉老师和卫军作战的不是秦军 而是秦国和秦人 此话一出 身为卫国丞相兼卫军主帅的公输所很不高兴 可卫央还真不是在长秦人志气 因为在这场未分胜负的大战中 穷国绝境的老秦人 不仅大错了横行霸道的卫武族锋芒 而且还收了卫军两万多人头 而这让急于求胜的卫王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呢 他连夜派出公子昂去前线恶心公输所 此战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卫圣 秦国灭 如此等雄心 趁早 窄亏卸甲吧 公子昂摆明了是要军权 可公输所不想拱手相让 小老弟 论吹牛逼我不如你 但是论行军不振 你就是个垃圾 可公子昂打嘴炮就没输过 当即撂下狠话 说明天一开战 咱俩各带十万兵马 看谁得胜回朝 看谁全军覆没 公子昂敢这么狂呀 是有原因的 由著名变法家 吴启发明的卫武族方阵 一向天下无敌 而与卫军的装备精良相比 秦国的军队显得又穷又业余 但就是这样一支军队 在接下来决定天下格局 更决定秦魏两国命运的大战中 与卫军打的是难解难分 一上来啊 秦国前军大将迎前 就冲公子昂的卫武族方阵 发起了猛烈攻击 但由于卫军统帅公输所 下令铁骑前来合围 迎前陷入了冲围 关键时刻 清兵营主将迎屈良 做了一个大胆决定 想法大胆 行动突然 对面的公输错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赢去梁一个绳套 飞马拖回了秦军大营 一时间魏国丞相被俘的欢呼声 响彻秦军大营 可在这极为振奋的时刻 一场潜藏在秦国的巨大危机 也骤然来临 不可一世的魏国丞相 竟成了秦军俘虏 兴奋的秦宪公正要一鼓作气 收复河西 却被众公子迎屈良 狠泼了一盆冷水 掌公子迎前瞪大了眼 屈良 你疯了 我们更抓了公输错 公辅 如此打下去 有亡国之威呀 迎屈良 你敢诅咒秦国 迎屈良不是危言耸听 就在刚刚 负责征集粮草的岳阳令 饿死在了军前 临终时留下民无粮可征的血书 迎屈良内心悲愤 决意冒死禁言 公辅你即位之前 秦国因为四代乱政 地盘是越来越小 公辅你即位之后 二十三年是年年有战 情况那是更加不妙 府库的前粮早已经不起消耗 关中的牧场都听不到马叫 大秦的仓库早已无粮食可调 兵器和作法早已没了铜铁原料 能打仗的人口更是越来越少 我们这点家底如果一旦战败 那就等于往死路上跑 眼下我军即将断粮 十日之内胜不了魏国 老秦就完了 胡言乱语 我秦国二十万大军 退却一步 军心涣散 那秦国才真就完蛋了 迎屈良虽然说的是事实 但在秦宪公的眼里 只有进攻 没有防守 他从即位以来 跟魏国周旋了二十三年 如今已花费大量的沉没成本 如果不收复河西和韩谷关 秦国的兄堂 就始终暴露在魏军的利润之下 营屈良刚想距离力争 就遭到了大哥营前的训斥 救救老秦 人人敢死 唯独你小的软蛋 就是死 也要死的值得 好 我今天就让你死的值得 军前 杀人有军法 军前幕府 军心不稳 老国军当机立断 营屈良被贬为清兵营骑将 此战不胜 不要回来见我 把亲儿子编排到赶死队 秦宪公是铁了心要避其功于一亿 而现实是 他确实就要打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仗 当秦军和魏军杀的尸横遍野时 身为秦国国军的秦宪公 纵马驰骋杀场 一鼓作气 砍杀了多名魏军 可就在他剑锋所指 无人可挡时 公子昂的狼独剑射穿了他 重伤坠马的秦宪公脑子还在轰鸣 多名魏军步兵的长矛又刺向了他 而在危难之际 远处的坡上出现了一个黑色身影 大秦镖枪冠军营居良 先是一柄长矛射穿了一名魏军士兵 然后又纵马进入魏军的包围圈 一连杀了多名魏军后 终于救出功夫 秦宪公索性没有沦为俘虏 但这次致命的重伤 让他终于做出了那个迟到的决定 少良困危 许公子居良主持退兵 敏感时刻 秦宪公把象征最高权力的兵符交给了营居良 却没有交给离他最近的长公子营钱 这样在军中极具威望的营钱 嗅到了危险气息 国军重伤 将帅们自然复仇心切 哪会乖乖听营居良的号令 说退兵就退兵呢 况且在将帅们看来 即使要退兵 也应该由他这个长公子来统一调遣 毕竟相比于弟弟 大家更拥护自己 那公父为何把兵符交给了弟弟营居良呢 为了防止死党闹事 营钱当即下令 各营大将听好 营居良为将 有了大哥铺路 营居良在卫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连夜仓促退兵 身中狼独剑的秦宪公 终于回到了国都越养 可谁料剑伤身中的他 刚躺到床上 就有人骂他糊涂 这个老头带着俩儿子去打仗 结果仗没打赢 自个回家找老婆 却把两个儿子丢在了外面 这下老婆子可急了 老糊涂 你别假装没事了 你就不怕王国吗 老糊涂 你这独性逼命 说瞪腿就瞪腿 这紧要关头 你孤身回国 却把俩儿子丢在了外面 老糊涂 秦国四代乱政 毛病都出在继任交接上 你就不怕这个时候 有人善权乱政 或乱秦国吗 你当真是老糊涂了吗 献公糊涂了吗 他当然没糊涂 相反 他还异常清醒 他敢冒险把俩儿子放在京城外面 实在是因为他还在犹豫 长公子赢钱和重公子取粮 究竟谁才是更好的接班人 而这种时候 俩儿子在京 不仅可能会干扰他的判断 一不慎呀 二人同事操歌 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秦宪公真实的想法是 一方面考察候选人 另一方面为接班人接管秦国 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 但他考察接班人这事儿啊 干起来并不容易 他询问最信任的妻子的意见 可妻子的回答也让他没脾气 两个儿子都好 一个我亲养 一个我亲生 哪个都行 秦宪公一听 你搁这搁这呢 算了 问你等于白问 我去探探大臣们的口风 为了避免朝局生乱 秦宪公有意强撑到朝堂 并给外界营造一种 自己身体没啥大碍的假象 于是呢 在秦国总理上大夫干龙 做了简短的工作汇报后 大秦庙堂就出现了 要求两公子复职的提议 可秦宪公明言 两公子自有安排 公开场合不许在意 但对政治敏感的人 一听就知道 这里头肯定有猫腻 于是呢 散朝之后 老谋深算的老干龙 带着他的龙头拐 就开始了提前布局 对这位秦国老士族 最资深望重的领头羊 秦宪公很客气 但老干龙生怕 自己狐狸尾巴露出来 还不忘跟老伙计强调 那个我就是突然想到了 我可没有其他意思啊 可当秦宪公反问老干龙 是否认为 长公子迎前 有统领政务的才能时 老干龙却突然神情笃定 语气强烈 就像发现了牛顿第一定律 长公子刚毅勇武 而且明大势力 大争之士 正是动良之才啊 秦宪公面上微微点头 但当老干龙 拄着龙头拐走出朝堂时 秦宪公望向他的眼神 开始生出了一丝疑虑 这个23年前 帮自己重掌朝政的老伙计 如今的思路 还能帮秦国走出泥潭吗 让他夸赞不绝的赢钱 真的合适吗 秦宪公决定冒雪 奔赴人生的最后一程 他知道那里 才有他想要的答案 这个咱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不要来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 是古道 吃酒的动力